好,小朋友,我们上次的线上小考 老师发现好像搞得不是很好了 那现在想要来加强一下 我们撇除你对电脑打字或者是手机打字 打错的原因让你考不好 然后我们不要先撇除这个关系 那我们就针对说 假如你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句子的文法不是很熟练 那老师针对这个句型的文法来加强 好,请你看这个影片 而不是影片,看这个荧幕 好,为什么老师呢 然后会分成这些两 把这个单字隔开分成两类 我们先来思考这个 这些单字都是课本的物品的单字,对吧 物品的单字,对不对 那为什么分成两类 你会发现什么?观察一下 右半边的单字怎么样 好,右半边的单字呢,都是负数 有S,对不对 那所以你知道右半边就是负数的单字 然后左半边是单数的单字 Right 好,到这边你先弄清楚 因为你要看得懂句子 甚至是要你回答句子 填写句子 那你必须就是先第一步骤先这样子 把物品的单数负数搞清楚 好,搞清楚之后呢 来,我们继续看哦 来,我们往下看 好,现在呢 又出现了这四个字 Is that, these, and those 那这四个字的用法也是要分成单数负数 哪两个是单数 哪两个是负数 有小朋友这样记啦 这个单字短的是单数 单字长的是负数 可以呀 好吧好,所以 this this 这单数 that 那单数 these 这些 负数 those 那些 负数 好,你可以这样子分 好,先记起来哦 小朋友各自有各自的记忆跟理解方法都可以 那老师呢,可以尽量提供你们参考 你们就试试看啊 用这种方式记起来 好,再来呢 好,再来就是 刚刚那四个字又分近的跟远的 This,近的 That,远的 These,这些,近的 Those,那些远的 OK 好,那所以这个表格呢 看有没有办法把它背起来 你能够这样子分类出来就表示说你搞清楚 有没有,你把这个表格背起来试试看啊 上面是写单数复数 那,左边栏就是分近跟远的 你有办法这样分类分出来 把它记起来 好,那接下来呢 好,那接下来呢 你都熟悉了 都已经弄清楚了 那我们就来看句子 好,上面两句跟下面两句什么不一样 上面两句是 是单数的 对不对 Cap是单数的 那下面两句就是 附数的 对吧 Gloves 是附数的 好 好 那 老师故意有些填空啊 请你想想看 要怎么把它填进去 问东西是谁的 Whose cap 诶,老师又分成两句 Whosecap 有两句 那我就是分近跟远 Whosecap is this 近的 远的 好 这样清楚吗 然后再看下面 复数的东西 也是一样我问 近的跟远的 第一句 Whose gloves Whose gloves are these 近的 那第二句 Whose gloves are those 远的 那些 好 所以这四个问句 这样子分清楚了吗 你不要只有记一个字 两个字一起 一起 Is this Is that 好 那回答呢 比较简单 单数的全部用 It's 回答 Whosecap Is this It's my cap Whosecap Is that It's my cap 好 复数的 Whose gloves Whose gloves 用哪一个复数的 They're Tom's gloves 复数的 Whose gloves are those 也是一样 回答比较简单 They're Tom's gloves 好 这样子 这个都是课本的句子哦 只是老师呢 再详细的帮你 分类 分类 用表格分类 分析 然后你要想办法 运用到你的句子上面 好 那这样子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就好了 就好了 感谢观看